诸佛如来有真实智慧 我没有啊 这我们凡夫不都是这样感叹吗 我没有啊 其实你完全不了解四世真相 你有 只是你有障碍 障碍是你造成的 所谓是接灵还需吸灵人 你自己造的 只有你自己把它接触 别人没这个能力 诸佛如来 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障碍去掉 他要有能力把我们障碍去掉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那不就过过度成佛了吗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把这个真正原因告诉你 我们恍然他 我们把张愿放下 智慧不就现成了吗 这个智慧与诸佛如来智慧 没两样 这个智慧心情 我们读这个经 来研究这个经 讲解这个经 也跟祝佛如来 没两样 这不是学来的吗 学来的就不一样 不是学来 大家是一样 这是净土的真因 通达主发心 一切空无故 你就通达主发心 如果还有我 你就通不了了 你的障碍就现成了 那必须一切空无故 这是四世真相 诸法实相 虽然空无我呢 还专求进佛土 极乐世界就现成了 这个四句话 不得了啊 为什么 他把建造极乐世界的秘诀 各自各自 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 把地球建造成 跟极乐世界一样 用什么方法 就这四句话 我们就有能力 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 关键呢 我们肯不肯干啊 二十六平 你们所说的 跟这个地方是一位 一位无差 一丝毫差便没有 互为表里 突然别闻一样 美味